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容就是网红将一个装有男孩子心爱模型的盒子扔到地上 然后就叫男孩子用锤子打碎它 这个网红还用尺来打男孩子的手心 另一条视频就是网红让一个女孩子 将自己的玩具漫画书扔到垃圾桶 这个系列的行为被网友指责是欺凌式 羞辱式的教育 家遇关事教育局工作人员回应 就说这个网红在2023年从某某小学来退休 针对网友们反映的问题 教育局将会介入来去调查 我们一起来到去讨告 天父啊 天父啊 很多家长呢 现在都追求去找一些所谓教育的专家 来到去希望教导 帮助他们孩子的学业 但是呢 他是往往忽略了 如果儿童其实都有心理成长的需要的 主要我们求你真是来到去引导这些的家长 懂得如何来到去教导孩子 不要单单只是追求呢 学业上那种的成绩 更加呢 来到去希望他们能够安住神的话 神的道理来到去引导孩童 交道孩童 走在真理的上面 我们同心的讨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各位神周讨告两分钟来到这里 希望下个礼拜大家继续一起守望神周 拜拜